你有没有想过 现代火炮基本都是线塘炮 为什么号称大杀器的坦克炮管 要采用滑塘的设计 没有塘线 炮弹该如何打准呢 滑塘炮和线塘炮 是现代火炮的两大类 它们的区别就是 是否刻有塘线 你看这个螺旋状的线纹 就是塘线了 它的作用原理很简单 就是让炮弹在出塘后 得到稳定自旋 从而保持原定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以枪管发射子弹为例 如果子弹只是单纯的向前飞行 那么其周围的气流 就会对自身产生影响 从而可能会让子弹偏离轨迹 但加上弹线后就不一样了 子弹在向前运动的同时 还会做一个纵轴旋转运动 高速旋转的物体 可以保持转轴的方向不变 也就是说 当子弹绕着轴线旋转时 它自身的角动量就会变化 这足以抵消外界力举的影响 可以有效提高子弹的射击精度和射程 既然如此 坦克为何要采用滑膛的设计呢 要知道 弹线能让炮弹旋转的原因就是摩擦 这会同时给炮弹增加阻力 也就无形中降低了炮弹的出速度 现代坦克的防护力可比过去强多了 那么要想打穿坦克的装甲 炮弹就必须飞得更快 所以这时会与炮弹产生摩擦的弹线就不合适了 反而基本没有阻力的滑膛炮具备了速度的优势 另外滑膛炮由于没有了弹线 也就避免了因弹线根部硬力集中 从而产生裂纹的问题 所以它可以承受更高的弹压 这样对提高弹丸出速和射程有很大帮助 从而有效提高炮弹的穿甲能力和射击效果 但是只有速度的话也不行 还要保证炮弹飞行不跑偏 现代坦克通常使用的是脱鞘穿甲弹 它还有一个名字 尾翼稳定脱鞘穿甲弹 顾名思义就是给炮弹都加上了一个尾翼 利用飞行时尾翼受到的气动力抵消外界翻转力 这样一来穿甲弹不需要高速旋转 也能保持极好的稳定性 其实除了弹线和尾翼 还有一种子弹靠自身特殊的设计 就能平衡阻力 那就是奈斯勒子弹 这个子弹虽然不是球形的 但非常短 弹底还有空枪 可不要小瞧了这个空枪 当子弹发射时 活药燃气会作用于弹底空枪 从而使其膨胀填满枪膛与子弹间的游戏 这样活药燃气就不会外泄 子弹也不会在弹堂内一边前进 一边碰撞周围的管壁 而是紧贴着管壁稳定的运动 气密性和出速得以增强 极大的提高了滑膛枪的有效射程和准确度